好,来,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另外的两种方法来做这一题 所以我知道我的111319 111319这三年 我的11713的时候 我这个是白五 然后我的这个11719的时候 11719的时候 我是225 然后137这个是P 所以我就有150乘P除100等于225 所以我的P等于225乘100除以150 然后我就你可以看到 这个225乘100除150 然后225乘100除150 所以我直接可以拿到我的答案是150的 OK,所以它是150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方法 然后我还有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说我这边有三个年份嘛 那三个年份是111319 所以1319是比较大的两个年份 然后1113是比较小的两个年份 1313match到这边放100 然后题目是1113的话呢 1311的是这边是白五 然后1911的时候是225 1911的时候这边是225 然后我要的是这一个交叉成 所以没有这边其实这个是P 所以交叉成我的P会是等于 225乘100除150 225乘100除150 你可以看到直接 225乘100除150 225乘100除150 所以我的P就直接225乘100除150 然后我也拿到150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就是说我刚刚的这一些 这一行 和这一行 还有这一行 都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OK 所以你三种方法都可以 然后第三的这个方法 是最快的方法 然后第一的这个方法 是concept最稳的方法 我自己本身是有时间有条件 我一定是用这个方法 这样做下去 你的概念就非常的清楚 OK 当然你要省时间的时候 你就用第三种方法 OK 没有问题的 谢谢大家